好 继续来关心台东县府是以19.6亿元买回焚化厂 那么今年起事开始试营运了 那么台东县衣会4号通过台东焚化炉 每年控留2.4万吨鱼的玉亮工中央调度代烧外线市的垃圾 那么台东县府今天声明 无论是依照环境部调度代烧其他线市的垃圾 或是代烧高雄市垃圾 都一定会优先烧完台东县的垃圾 有剩余空间再代烧 台东县买回垃圾焚化厂 重新起炉时承诺不会代烧外线市垃圾 要代烧也要县议会同意 就环保局4号向县议会提案代烧外线市垃圾 县议会通过 得当地居民透过报道才知道这个消息 表示感到很错愕 认为环保局不尊重当地居民 没有沟通就向县议会提案 这个东西 环保局是不是应该更公开更透明 最基本的在地的居民啊 那个在地的那个代表跟那个里长都不知道 意见领袖也不知道 是不是环保局不太尊重当地的那个居民 而6号台湾县府游秘书长出面说明 他强调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 代烧垃圾一定会经过县议会同意 而且是优先烧完台东县的垃圾 有剩余的空间在代烧外线市垃圾 而未来也会加强先和当地居民沟通 有关本府提请议会同意代烧其他县市的垃圾的事情 县政府的声明如下 第一个首先感谢本县议员对于本案的支持 第二台东县政府的立场 本县的焚化场一定是以处理本县的垃圾为主 处理完台东的垃圾与预量才会去协助其他的县市 第二台东县政府的立场 本县的焚化场一定是以处理本县的垃圾为主 处理完台东的垃圾与预量才会去协助其他的县市 而对于县议员检为国指出 4号前一晚才去到台东县环保局的代烧提案 根本来不及讨论只能仓促通过 县府也做出回应 这个提案事实上 行政院我记得是5月到5月的中下旬才来 这样的环保 环境管理署的部分才来这样的稳作这样的要求 那县政府当然必须要做回应 所以我们就依照议会程序 依照议会的提案程序 用紧急重要的历史提案来做这样的提案 过去台东县请高雄代烧垃圾 基欠运回抵扎费用2000多万 而今年会不会优先代烧高雄市垃圾 县府强调还是会先处理完台东县的垃圾再决定 这陈安如台东市报道